他掏出了兜里的十块钱 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老板 他其实吃不起饭 在纠结片刻过后 男人最终还是选择了逃单 不过他转头却来到书店 用着仅有的积蓄赎回了 刚刚被他卖掉的书籍 在书册写着一行字 永不放弃 这是对自己六次都没过法考的人生鼓励 可是迷茫 徘徊 依然充斥着现在的生活 而你能想象到吗 就是这样一个迷茫之人 却成了韩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平民总统 甚至在其从政期间 骂美国 怼日本 当着所有财阀集团的面 维护着底层人民的利益 而他对人权的追求 更是指得所有人深刻学习 男人名叫老宋 是一个再不同不过的小人物 当过零工刷过墙 甚至最穷的时候 吃个饭都要悄悄逃单 但穷的只是生活 并不是他丰富多彩的人生 靠着不懈努力 他终于在第七次考取了律师资格证 只是很可惜 考上并不代表富有 别人都是名牌大学毕业 可他却只是个中专学历 要经验没经验 要实力没实力 根本没有人会找他帮忙 直到这天 老宋突然看到了一条新闻 说以后房产登记 开放了律师办理 也就是说 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 都不用只找黑心的中间商了 老宋看中了这次商机 于是他广义名片 跑满街头小道给人发着传单 可你别说 这效果反而出奇的好 因为人们只需要掏一笔小的服务费 就能省去一大笔 给中间商的佣金 没出多久 老宋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但是相对的 他这种赚钱方式 反倒是引起了很多同行的不满 因为在其他律师心中 律师就应该是天天出入法院 穿着西服替人打着官司 哪里会像这般赚钱呢 有的还嘲讽说 可讽刺的是 随着时间慢慢推移 这些原本就竞争激烈的律师们 竟然都纷纷干起了登记业务 与其名曰 赚钱不分高低贵贱 不过相对的 市场就这么大 随着办理的律师越来越多 老宋的效益也开始大幅下滑 好在他的眼光独辣 再一次和邻居聊天中 又发现了一个更大商机 由于大部分人缺乏税务观念 导致很多人被黑心商坑骗 还了很多不必要的税款 而恰恰懂税务的律师很少 自然成了一个香波波行业 老宋虽然也不懂 可他最起码会现学现用 不明白的就现查资料 果然靠着精明的头脑 老宋再一次赚到了第二桶金 这次他买了一套房子 虽然面积不大 但却充满着对过去的怀念 因为之前就是在这里 他给人刷墙时刻了几个字 生活的问题解决了 可有一个心结 却始终缠在老宋心里 那就是他曾经逃蛋的饭店 老宋带着一家人找到了这里 即便对方早已忘记 老宋还是给了一笔 不菲的感恩报酬 或许对于钱来说 人情才是大审最看重的东西 可谁又能想到 这次人情还的 却成了两人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没过多久 韩国总统换任登台 实行了一人独裁的政治手段 其中最滑稽的是 不允许人们观看任何敏感书籍 一群学生就因为机会看书 却被强行抓起 并以赤色分子名义 处罚了一到七年的不同监禁 甚至为了逼学生们认罪 负责案件的老朴 还在没有任何允许的情况下 私自对学生们实施了逼供 一会儿是窒息的水行 一会儿是残忍的电行 甚至更绝望的 还把人像火鸡一样吊着 饿了就给饭吃 等吃完饭后 再将其殴打全部吐出来 简直是惨无人道的折磨 而其中最惨的这位少年 正是大沈家的儿子 在这种高强度的摧残下 就是无罪也变成了有罪 只可惜的是 这些老宋并不知情 当他再来吃饭时 只看到了已经关了两个月的店铺 也或许是真走投无路了 大沈竟主动找上了老宋 他说他去过釜山每一个地方 就连有人死了 也要去看一看是不是自己的儿子 好不容易得知 儿子是被警局给关押了起来 可是一到警局 对方竟然连面都不让见 听到这里 老宋也是没有犹豫 当即带着大沈找到了警局 而有了他的帮助 警方果然不好在座推诿 在老宋的帮助下 两人很快见到了儿子振宇 但此时的他 早已是没了年轻的朝气 有的只剩下了对抱拳的麻木和服从 当看到母亲的时候 儿子这才有了些回神 母子两人抱头痛哭 经历了这辈子最艰难的一次重逢 而朕与后辈的伤 更是看得老宋触目惊心 并且在了解完事情经过后 老宋的心情愈是无以复加 就因为看了几本书 十几个学生就被扣上了赤色分子的帽子 并且在没有任何申请的前提下 先抓人后审批 先审讯后定罪 完全不把宪法放在眼里 老宋请教了一位前辈 但前辈却说 别想着能脱罪了 这可是涉及到国安法 背后牵扯的势力更是错综复杂 谁不知道学生们无辜呢 但有哪个律师敢站在公安和司法的对立面 公然替年轻人进行辩护呢 然而老宋却说 老宋的决定 不知道自己在图什么 但或许只有从贫民窟长大的人才能理解 他们是多么不希望下一代也如此 很快开庭的日子到了 但不同以往的是 这次的庭审前却异常的和谐 因为谁都清楚 大家都不过是来走走过场而已 何必又那么认真呢 可有的时候 胜负往往就在那么一点点的认真上 只是刚一开场 老宋就强硬的宣示了主权 国家保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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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직 재판 시작도 안 했어요 재판을 안 시작했으니까 제기하는 겁니다 형사소송법 280조를 보면 공판장에서 피고인의 신체를 구속하지 못한다 이래 규정되어 있습니다 지금 즉시 포승출과 수갑을 풀어줄 것을 요청합니다 또한 형사소송법 제275조 제3항을 보면 피고인은 재판장의 정전에 좌석한다 이래 즉기 있습니다 법법 제26조 4항 무죄 추정 원칙에 따라 법리적인 판단은 오로지 이 재판에서 제시하는 증거 위에서만 해야 됩니다 재판을 아직 시작도 안 했는데 피고인을 죄인 취급하는 그 어떤 법정 관행도 본 변호인은 인정할 수 없습니다 그걸 가리는 게 이번 재판의 핵심 아닙니까 존경하는 재판장님 법리적인 판단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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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控方都被怼得无话可说 但这不代表是件好事 让本就懒散的控方反应后 只会迎来更猛烈的反扑 果然第二场庭审开始 控方拿出了一堆证词 这些都是学生们的认罪口供 即便书籍不算违法 那这些证词总算铁证了吧 一时间 老宋有些梗塞难安 不是他不知道怎么反驳 而是他知道这些证词的背后 都是检方用一刀刀给逼出来的 水刑 电刑 暴力殴打 只要说错一句话 就会像畜生一般被无情对待 所以这不是证词 而是学生们的不堪回忆 老宋将学生们的遭遇 全部讲给了在座的每一个人听 只要是为人父母的 就没有不心痛的 一时间 警察老朴成了众矢之地 而老宋要的 就是揭开这个无良警察的真面目 只要能证明对方是在刑讯逼供 那证词自然也就无效了 直到现在 所有人才知道老宋的可怕 他可怕的不是脑子 而是敢于站出面对一切的勇气 案件也在这一刻 似乎迎来了曙光 迫于压力 法官同意了老宋请求 将对老朴进行一场最终审判 但恐怕这一战 打起来并不容易 果然第二天开庭 所有家属都被挡在了门外 究其原因才得知 座位已经满了 老宋推开门 看着满是警方的人员后 他却淡淡地笑了 腰杆站着笔直 心中自然不畏强权 不过对于这场庭审来说 老宋打得可谓是异常艰难 因为苦于没有证据 所以他只能不停逼问 以此套出老朴用刑的事实 只是这老狐狸太狡猾了 看着死不承认的老朴 老宋是无比气愤 却又没有任何办法 他不敢相信 如果国家交给这样的人 那下一代又该如何成长呢 这次老宋尽力了 而案件似乎也走到了山穷水尽 难道就要这么输了吗 也就在这关键时刻 一位证人的出现 彻底打破了现有僵局 这证人是老朴身边的军医 自老朴刑讯逼供以来 他都是现场的第一目击证人 甚至有些受伤的患者 都是让他医好后再继续折磨 全城掌声哗然 所有之前不看好老宋的人 现在也纷纷投来了真诚赞许 或许他们不敢直言黑暗 但他们永远敬重强者 也就在这满堂欢喜之际 反转的一幕却突然发生 只见几名军官走出 当场就带走了这名证人 原来老朴暗通官方 给他扣了一顶逃兵的罪名 而一个本就有罪的人 他的证词自然不被采纳 法官也抓紧机会 当即就要敲下法锤 黑暗充斥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理 案件最终还是失败了 老宋打了一场早已注定的官司 而这场抚林事件 也成了韩国挥之不去的耻辱 案件虽然输了 但老宋坚守的正义 却才刚刚开始 五年之后 韩国再次发生的恶行事件 一名学生在审讯过程中 直接被警方殴打至死 老宋身先士卒 为侍者办起了追悼会 只是他的行为 再次引来了警方的固满 没出意外 老宋被抓了起来 并以扰乱治安 等待着法律量刑 不过这个时候却完全变了 前辈向法官递来一份名单 这上面的名字 全都是替老宋辩护的律师 当看到纸张的瞬间 法官也是瞪大了双眼 因为在这三页纸上 竟足足写了一百多个人名 老宋的眼眶湿润了 看着这些站起来的陌生人 他的心中难免有些感慨 曾经孤军奋战的一人 现在竟成了同仇敌忾的团体 而他坚守的人权信仰 终究会被无限放大 就像伟人曾经说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